沙特阿拉伯常见植物 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吉达 你可以找到常见的无花果 芦荟、芒果树、常见的马齿线、西瓜等等 总共有20种植物 当你走在街上、公园或公共花园里时 一定要注意这些常见的植物 一、常见无花果 无花果、俗称普通无花果 是一种落叶小树或灌木 以其甜美、耐嚼的果实而闻名 这种灌木状植物有着非常非常悠久的栽培历史 最早的栽培证据是在约旦河谷发现的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 二、芦荟 芦荟是一种原产于阿拉伯半岛的长青多肉植物 厚厚的叶子上长满了棉糊糊的果肉 这些果肉储存了在其原生沙漠地区生存所需的水分 芦荟已经成为一种受欢迎的室内植物 也被广泛应用于化妆品和护肤品中 三、芒果树 芒果树是一种原产于印度次大陆的大树 芒果以其出产的热带水果而闻名 芒果是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国货 芒果树也可以在果实生产结束后用作木材 这种木材在制作乐器方面非常珍贵 四、常见的马齿线 马齿线Portolaca Alaricia俗称普通马齿线 是一种一年生多肉物种 芸橙红色开着黄色的五瓣小花 它在世界各地被用于烹饪木地 通常是生的 在沙拉中 对于在潮湿土壤中生长茂盛的作物来说 普通马齿线也是一种很好的伴侣植物 五、西瓜 西瓜 Citralis lanitis是原产于西非的一种具有藤蔓状外观的开花植物 西瓜接触的果实在世界各地被广泛种植和食用 西瓜生长在热带和温带气候中需要温暖才能生长 全世界有1000个品种 六、索多玛的苹果 索多玛苹果是一种剧毒植物 这种植物的果实成熟并爆裂导致种子散开 在亚买加水果内部的纤维被收集起来 用来填充枕头 七、硬链 硬链As a Director Indic是一种与桃花心目有清源关系的开花树种 其外观与杨梅相似 几个世纪以来 它在印度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商业上 硬链树被用来生产硬链油 杀虫剂和化妆品 八、迷迭香 迷迭香是一种草本植物 花浅、夜长绿 它散发出独特的香味 用于烹饪以及制作香味香水、肥皂和蜡烛 迷迭香原产于地中海地区 那里的人类使用迷迭香的证据可以追溯到至少7000年前 九、哈蜜瓜 甜瓜包括各种各样的甜瓜 包括蜜瓜、哈蜜瓜和甜瓜 这些瓜是维生素A和C的极好来源 通常新鲜或干燥食用 它偶尔会变成油或利口酒 十、绿色线 绿线是一种易年生草本植物 在许多国家 它被用作主蔬菜 这些种子可以作为坚果零食吃 绿线含有大量蛋白质和必需氨基酸、赖氨酸 所以它可以作为素食者的选择 十一、皇家一品红 皇家一品红 Delenics regia也被称为孔雀树或艳丽的树 它是马达加斯加本土植物 以其鲜艳的深红色或红黄色花朵而闻名 它生长得非常快 在短时间内达到12米左右的最大高度 十二、马德拉斯刺 虽然皮士菌的豆莢很像罗旺子 但它们实际上很容易剥落 然后将可食用的果肉分离 单独食用或在菜肴中烹制 它也被称为马德拉斯刺 有一棵多次的树 可以长到20米高 十三、苔藓玫瑰 苔玫瑰是原产于南美洲的一种观赏性开花半肉质植物 园丁们可以在一年生花坛 容器或吊栏中种植这种异于种植的植物 因为它有脱尾的习惯 为了在花的颜色 形状和花瓣数量上实现显著的变化 已经选择和繁殖了不同的品种 十四、蝴蝶豌豆 蝴蝶豌豆在印度被尊为圣花 并被用于日常的铺褶仪式 这种藤蔓植物的花朵形状向人类的女性生殖器 因此得名于拉丁语 这种植物的豆莢和叶子被当作蔬菜食用 而花朵被用作有机食用染料 并在东南亚的阿玉废陀医学中使用 十五、沙漠玫瑰 沙漠玫瑰因其美丽的花朵而被广泛用作室内植物或盆景 作为一种原产于撒哈拉 热带非洲和阿拉伯的多肉植物 它需要最低时摄氏度的温度才能生存 它的树叶在非洲被用来独剑 十六、碧麻 碧麻油是一种重要的油 用作润滑剂、生物柴油成分和灭属剂等 这些植物现在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商业种植 印度生产的碧麻油占世界的近75% 碧麻豆不能吃 因为它们含有一种强效毒药 如果种子破碎就会释放出来 十七、四点种花 四点种花 Mirabilis gelopan 也被称为碧鲁的奇迹 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浓密的植物 花芳香艳丽 通常用于观赏 在开花期间 它的花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是避着的 它们在四点到八点之间开放 因此俗称四点种花 十八、橄榄 橄榄、Aulia Europea是一种具有重要农业意义的 长青树或棺木 尤其在地中海地区 其果实可食用 广泛用于质油 橄榄在其漫长的栽培历史中 获得了相当多的象征意义 最受欢迎的象征可能是橄榄枝 它代表着和平与荣耀 十九、孔雀花 孔雀花是巴巴多斯的国花 是一种引人注目的观赏植物 通常生长在公共和私人花园中 尽管食用这种花的种子是有毒的 但果实是可食用的 这种植物的某些部分 被印尼人和新印度群岛人用作药物 这种植物对狗和猫有毒 但为蝴蝶和蜜蜂提供食物 二十、普通的草物 像日葵 常见的像日葵 因其高高的经上 开着鲜艳的花而闻名 它经常生长在花园里 这些花在文化中一直很重要 它们受到古代印加人的崇拜 今天 它们代表着环保运动 艺术家文森特范高 创作了一系列 关于普通像日葵的著名画作 这种植物的野生版本 有很多花头 但血化的植物通常只有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上的 优独播剧场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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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